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關 在今天公文什麼事的網路獨播版 邀請到蘇衛媛 衛媛你好 大家好 衛媛有點歡樂 擔心什麼呢 因為今天最新的消息是公佈 臺灣第一季的GDP 年減3.02% 創下14年 新低比預期還糟 對那我們看到說 當然目前整個GDP的一個狀況不太好 可是在勞動節這段時間 其實放下時間 當然也不是說只有利空 還是有利多 三大政府基金 第一季大賺兩千七百零九億 那這就很吊詭了 第一季的GDP不好 也就是經濟數據不好 但是呢 股市操作卻大賺 那股市通常都是領先於基本面 我想這個大家一定要認知 原則上我們跟大家報告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消息 比如說今年第一季的GDP 減了這個3.02%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哪裡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景氣循環對側燈 其實已經連五個藍燈 那已經連五藍 那原則上其實各位還記得嗎 當出現第一個藍燈的時候 很多人還在猜說 會不會這個觸底反彈 可是除了第一個藍燈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我覺得就像 不要去摸底 因為史上有出現過十幾個藍燈 對 我覺得這 你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這種東西好像看到蟑螂一樣 你看到一隻 後面可能還藏很多 對 後面藏了五隻蟑螂 所以當然從這個現象上面來看的話 我們的一個政府基金原則上 這個手計是一個大賺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整個大盤 其實在今天出現這個上漲的格局 那我們就要看這個政策概念股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一路到這個520 甚至到選舉之前 應該都是一個蠻重大的一個利多的一個部分 好 所以我們看今天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政策概念股 包括像投信買的 投信索馬的儲能股 和軍工股最近很強 對 這三塊分別都蠻強 那其實投信買的這一塊 像偽創其實原理上就是跟AI相關 那我們知道說上個禮拜 全美國股市最強的就是AI相關的概念股 所以其實今天的盤面就反映到這個地方 那其實各位看 偽創已經漲到五十塊一 各位如果你看到印象 偽創以前都二三十塊 現在已經漲到五十塊 各位你看這個今年股價表現相當的一個票漢 創新高 對 創新高 而且量能還沒有失控 所以後續應該還是有這個表現的機會 我們再回來這個六共格看 所以我們去看一下 當然像這個整個投信的一個索馬 我覺得說臺泥的一個部分 原則上臺泥現階段 它有一個重點 大家一定想說 中國經濟不是不好嗎 水泥報價也沒有上來 各位我們看一下臺泥的K線 1101 而且鋼鐵最近報價也都在回軟 對 都不好 臺泥就是你看 臺泥創新高 40.25 大家就想我 怎麼可能會這個樣子 臺泥現在不僅只是水泥股 對 它變成儲能相關的 而且我跟大家來報告 其實根據統計 這個目前臺泥在之前 有併購意大利一家儲能相關的公司 所以現在臺泥的儲能規模 在全世界是排名第四 比特斯拉還要多 這是重點 比馬斯克還要多 所以這個現在的臺泥 其實已經不是過去 現在已經華麗轉生 所以我們回來看儲能 所以今年最好當然就是儲能 對 儲能 對 那儲能像今天這個市電都很強 直接攻到漲停 那像這個中興電也是 軍工的部分就是像這個 屬家軍火上已經來臺灣 對 已經來臺灣 所以陸陸續續應該會有些力多 我覺得會有力多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別跟大家報告 兩個區塊 一個叫儲能 一個叫軍工 好 當然基本面部分 我想大家都聽到很多 我今天從一個比較特別的方式 跟大家來報告 我們從盤中 盤中的外盤特大丹 跟大家來講這個名詞 大家好像有些人可能第一次聽過 對 我們看這叫外盤特大丹 看外盤特大丹的目的是 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說當我們在實際在股市上面交易 可能你掛單 比如說我掛著等買進的話 那個叫內盤 就是說我按 比如說數字多少打下去 然後我等它成交 對 等它成交 掛在那裡等 對 那個叫內盤 那如果說我直接按下去 我就要成交 那叫外盤 就直接丟市價出去 所以我們就從這裡面去看 哪一個比例最高 哪一檔個股的比例最高 而且是特大丹 一般我們在很多的程式上面 都會有顯示 比如說特大丹跟小丹 那這個兩個都是外盤 所以很多的軟體程式上面 會有外盤特大丹 對 會外盤特大丹 那我們只要設定 我們要看外盤特大丹 就跑出來 對 它會跑出來 對 其實大家原則上 大部分的看盤軟體都會有 就是這些個股市市場作手 或者是買家 他們不計價 用市價買進 對 直接去銷 而且通常追價 對 這種原則上都是 要嘛法人嘛 要嘛外資投信 要嘛就主力嘛 就這幾個部分 那他們才會用 用所謂的一個 這個市價去做一個敲進的動作 好 所以我們看 今天兩檔漲停 像市電跟這個亞利 我們看外盤特大丹 這個比例都最高 40.12 30.16 這個是百分比 對 百分比 對 這是百分 那最高當然是百分之一百 可是根據過去的一個經驗 我的經驗原則上 大概百分之三四十 其實就已經很高 就很有機會 可能會出現漲停 就是有強勁追加的買盤 那我們 我們今天要從這個地方 找出一些脈絡 也就是說 這些股票當中 我們從這樣的外盤特大丹 去找說 有沒有可能明天後天 甚至這個禮拜 還有機會 他會持續做買進的 我覺得這個就比較重要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像市電輿論上 還是有機會 我今天分別跟大家講 比如說我們看一下 這個市電的K線 1503 今天這個早盤很強 一早就所漲停 而且是越早 攻到漲停是越好 我們看K線 K線的部分 今天是出現短線上面的創新高 來到一百一十塊半 那當然市電 其實大家如果對他有印象說 當然是很老牌的儲能 相關公司 大家可能不知道一個重點 其實像中興電 像華盛這個也很標 可是市電在法蘇會 他們他上面有講說 中興電跟華盛都是我的客戶 他們會做的 我都會做 可是這個中興電跟華盛不見得 會做市電會做的事情 比如說什麼 相關的一些比較 這個高壓的變電盤的部分 對市電他在法蘇會有特別去講 所以我們從這個比 比重上面去看 比如說我們在切中興電 各位你看K線 就會不太一樣 中興電一五一三 這個股價前一波爽高 現在就沒有像市電那麼強 就沒有那麼樣的強性 所以市場上慢慢去找 這樣題材 我們再回到剛剛這個 這個圖表上面來看 好 所以我簡單跟各位來講 這個就是說 我們外盤特大單 市電當然第一個最高 接下來我們可以留意一下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最下面這個 為什麼要看最下面 1529的樂視綠能 各位你看 這個都零 好奇怪 對不對 我跟大家報告一個重點 各位你看 因為他先漲太多 被分盤交易 對 漲太多 所以這個被分盤交易的 對 我們看一下 這個盤中手指 對 我們來看一下盤中手指 雖然他都沒有出現特大單 那代表什麼 代表呢 其實現在只是說 主力不願意去 去做一個敲進的動作 因為不好進出 對 不好進出 可是呢 我們再回來看他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營收成長率相當相當高 三月份 我們從這個營收的年增率 最高的一檔是誰 就是他 五百一十三趴 這個漲的一個比例最高 之前為什麼像這個華神會長這麼多 到底是要找外盤特大單數字多的 還是要找外盤特大單掛壓彈的 一個多 所以我跟大家講兩個選擇 當然最多的就是試鏈最強 那如果不敢追的 這種是可以做多的 對 想要守株待兔的 我想要 我想要等他 等他的就是找樂視女人 這是兩個 兩個不一樣的思考 但是這是因為他分盤交易 對 因為他分盤交易 所以等他 那如果沒有分盤交易 又沒有外盤特大單 這種就不要選了 可是我認為說 他等他這個分盤交易結束之後 他的外盤特大單 應該就會很快 就會敲進去了 所以大家就可以說 我在操作過程當中 我先就是慢慢的布局 對 等他放出來之後 那個上去的速度就非常快 這大家可以留意 這個是儲能相關的 那我們再看軍工 對 其實今天的軍工 就是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實在上個禮拜 反應的蠻激烈的 所以這個禮拜 我們看到今天 其實漲跌互漸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漲跌互漸 那個比例相對來講 就就沒有 今天軍工就沒那麼強 對 可是因為這個 二十五大軍火商來台 照理說是利多 會不會短線上開始 有點利多動化 或利多出擊 會稍微有點動化 可是原則上 今天的軍工股 都沒有出現爆量 所以我覺得只是稍微休息一下 今天的資金 都被這個儲能相關的 概念股吸走了 所以我們去看一下 當然原則上 我們去看外盤特大單比重 我一樣幫大家排列出來 那聲貌是最高的 聲貌然後嘉義 嘉義我覺得就還好 因為他的題材就是軍服 怪怪 軍服 然後寶一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 在目前可以去觀察 比如說3305的聲貌 我們可以看一下 3305 我們來看一下聲貌 我們看一下3305聲貌的 一個K線的部分 好 K線的部分 各位你看 他是做什麼的 對 他是做席高的 那因為很多的軍工相關的一些 這些所謂的一個鑄造件 他就要用席區做焊接 而且他也有這個低軌衛星的題材 好 現在重點在哪裡 這一條黃色是這個季線 那原則上之前 他漲上去之後 回跌之後 現在亮縮 現在季線的附近 對 而且我跟大家講一個 他攻擊的發起線會在哪裡 這個黃色的軍量 是五日軍量 等他一超過五日軍量 所以大家盤中去盯 他一超過五日軍量 代表這一天 鳴槍氣泡 對 聲茂他就要做發動 而且他的一個基席 跟很多的軍工概念股 比起來真的是相對低 所以從整個一個狀況 上面來看的話 我覺得3305聲茂 應該是目前大家還沒有發現到 比較沒有漲的軍工相關的概念股 不過為了我們知道 美國插機財報週 在明天早上台北時間 明天早上就會看到AMD的財報 這是重量級的財報 對 那整個AMD的部分 但我剛才有講就是說 上個禮拜這個美股漲比較強勢的 就是AI相關的一個概念股 所以回歸到我們今天的一個盤面 創意公道漲停辦 創意公道漲停 然後這個四星KY也大漲 興華出現大漲 那像這個下面 這個是比較偏向散熱的 然後硬體部分 包含像齊鴻 包含像雙鴻 那我覺得說像 因為其實這個這個IP都一千多塊 我覺得大家可以往下去看 比如說我們 對 我們來看一下3017這個齊鴻 我們來看一下 齊鴻其實他現在有切入所謂的一個 液冷式水冷散熱 就是說一般來講 我們散熱不是說 用以前都用風扇去吹嗎 是 那現在呢 其實他是用所謂的特殊的藥水 做一個浸泡 那另外他有兩種 一種是浸泡的 另外一種是說 有點像熱能轉換 就是水裡面再從那邊流過去 對 股價創新高 對 那創新高 他今天其實我們看到 他今天並沒有出現爆料 沒有爆料 對 沒有爆料 沒有危險 對對對 所以當然如果說明天開太高 也不見得要吹 可是如果說開平盤 開小低 我覺得大家也是可以特別做個留意 好 提供給您的參考 也請您鎖定 今天晚上九點五十五分 Inews關我什麼事 我們今天晚上再見